我每次來內服喔 我就覺得這邊的人滿辛苦的 為什麼三餐都吃超商啊 真的假的喔 有時候去搬出來就是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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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去找 它的本意體殖利率 並種 mon體品的 upper hehe 剛才就要來的穩定了 這些特質 其實我會覺得 欸這樣的方式 這個散步手機人在大喊勞工 最快速的一個 infection 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每次用最短的時間 檢討今天 前進明天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一樣長 我是助戰主持人大Ka曾煌文 今天再度請教到我們的 讓利教官 為什麼叫讓利教官 其實它叫做算利教官 因為我覺得跟你合作下來 第一個你不常識 像你上一集教大家借券之外 借券怎麼掛架 我覺得這個不常識的方式 我覺得你應該改名叫讓利教官 因為你教大家很多 同時你又教大家怎麼獲利 所以既是算利教官 也是讓利教官 不要介意 我不會介意 對 那你今天要教我們什麼 從本益比來挑股票 因為現在大家在討論台積電這檔股票 很多人說你只會買貴 但不會買錯 但是貴這個價格 在每個人心理中不太一樣 所以有沒有什麼樣指標 來認定這檔股票的股價 到底是貴還是不貴 好 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認為價值性 因為我是屬於長期投資的投資人 我比較不是屬於價差投資人 但是 不做短線的 對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我會依據的一個重要的指標 我會去看本益比 用本益比來判斷 對 我先說明什麼叫做本益比 本益比就是 目前我買進的股價 是 除以EPS 那EPS依據證交所的公式 它說明就是 最近一年以公告的 EPS的一個累計數 那這樣股價除以EPS 它就是本益比 那假如每年的獲利 每年的獲利的EPS 它是穩定的呢 那這又代表了一件事喔 本益比就相較於 它就等於我未來 現在投資進去回本的時間 怎麼說呢 我們舉例 譬如說一檔股票 股價在100塊 那它EPS是10塊 你投資它要花100塊 但是它每年賺10塊錢 所以你說 它的本益比就是10喔 10倍 就是10年我就可以回本了 對 這個邏輯 就是10年我就可以回本了 所以就本益比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我們會給它一個 安全的一個邊際 我基本上會訂定一個 叫做合理的價格 合理本益比 合理的價格來講 合理本益比 我會訂在大概是20倍 20倍當成一個正常的 合理本益比 對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 我從這一張圖來告訴各位 來跟各位分享就是 如何來去找一檔股票 這很重要喔 當然 比如說 來我們來看 像這些公司 這是上市公司在 股票代碼 比較前面的這些公司 這些是舉例嘛 對不對 我們舉例 來 這些公司 我通常我先說 就要去找一檔股票 上市櫃公司股票 1700檔 還不包含公開發行 如果含公開發行 新櫃來講 大概是2200檔 但是公開發行 我們買不到嘛 嗯 但是上市上櫃 大概1700檔 我要快速海撈 我就把一張表跑出來 我先去撈一樣東西 叫做 前兩季 現在已經公告了嘛 前兩季累計的每股 有盈於相較前一年 同期成長的 同期的EPS 等於說這個是 上半年的財報 就剛好現在這個時間點 剛好都公佈了 這些都是 跟去年同期做對比 這些都是今年年徵的公司 都是年徵的公司 那我會從這裡面來看一件事 它的 我先去做一個篩選 就是年徵 年徵 年徵再來 它的本益比有沒有 相對來的穩定 嗯 它的本益比 我希望它的本益比 在20以下 好 比如說像 環寧目前的本益比 是10.2倍 哇那算很低耶 假設它每年的獲利 都是一樣的呢 EPS是一樣的呢 那麼 欸 各位 代表 大概我現在這個價格 進去投資 大概10年可以回本喔 那我會再去看一樣東西 近7年平均 每年的EPS 嗯 每年的EPS 2.0107 其實也算是還不錯的 一個EPS 在近7年喔 對 那今年上半年就0.7了 那今年有沒有機會 還有兩季 有沒有機會 達到2元 欸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去 來去觀看 欸 就是後面來繼續來去看 欸 可是呢 當我們看到一檔 各股 它的獲利突然成長了 657% 欸這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會突然 這 變這麼高啊 這 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 它往年只有0.34 那通常像這種公司 突然成長很多 可能我們去把財報調出來 它有一個 搞不好是 一次性的利益 或者是業外收益 對 所以像這種成長非常高 而且 其實我們發現 它的獲利跟以往來講 其實是不搭秤的 對 那像這種公司來講 我們從這一張表 我們就可以去避免它 雖然它的本益比有12倍 但是它可能只是今年的 今年特別好 特別好 所以這個就把它刪除掉 對 好來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檔股票 一檔股票叫做大統益 大統益呢 它目前來講 它今年的獲利其實是成長的 其實這幾年大統益還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黃豆的價格在下跌 全球的黃豆的價格在下跌 所以它成本低 可是它市場的價格 漲了就不跌了嘛 沒錯 所以造成 它的火力 我知道很多夜市那個有沒有 美食家那個 那個油嘛 對不對 就是大同益做的 對啊 所以我們來看到它的本益比 大概接近20倍 20倍來講 其實也在我們合理價的一個範圍 還可以接受 近7年的平均的EPS 5.53 我們發覺了 上半年就是 這兩年的獲利 其實相對的是來的比較好 因為它是比較沒有所謂的 景氣循環的問題 你不會冬天用的比較多的沙拉油 夏天用比較少嘛 應該都一樣 應該就差不多嘛 像比如說像連滑石 其實我們今天來這邊錄影 我就先到超商那邊去做了一下 就發覺一件事 連滑石的產品很多 我每一次來 我每一次來內湖 我就覺得這邊的人蠻辛苦的 為什麼 三餐都吃超商 真的假的 那結果一翻出來就是連滑石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了就是說 連滑石它的本益比大概是13倍 本益比13倍 近幾年來講 平均EPS 2.62 上半年1.3 它有沒有受到 它有沒有受到今年疫情影響 完全沒有 因為反而你不敢去買路邊攤 你覺得連滑石可能比較衛生一點 至少是經過 現在在超商用餐的人 真的是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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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很穩定 所以我們大概 本益比又低 就是說本益比其實在搭配我們這一張 就是說我們之前算力教官的七納心法 其實從這裡面我們就可以去看得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從這裡面去找它的 本益比值利率 本益比值利率 我能夠在本益比20倍以下 值利率5%以上 以上 近幾年來平均EPS 相較來得穩定的這些個股 其實我會覺得 這樣的一個方式是散戶投資人在大海撈針最快速的一個手法 所以這一系列有看算力教官的節目算賺到 因為它把七大心法濃縮出來 有這樣的表格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是 但有一些個股是要刪除的 對不對 像福壽來講的話 你就不要去碰它 對 我只是看出來 教各位怎麼樣快速的我去篩選一檔 值得去研究的個股 好 那本益比你剛剛提到說20倍以下是OK對不對 對 但是又有分便宜價跟買進價 怎麼叫做昂貴價 就是本益比在20倍到15倍 20倍以內的區間 我覺得它都是屬於合理的位置 但只要超過20倍以上 你覺得就偏貴了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它的安全邊際會比較高 因為 剛剛小編說台積電的本益比現在多少 24倍 好 如果是一檔成長的個股 就不一定 它的本益比有可能會比較偏高 因為它是逐步的往上成長 對 那這時候市場當然會給它一個比較高的本益比 如果 那以我們 一般來講 一般而言 在一檔個股 它每年獲利是相當上下相去不遠的狀況下 那麼我們會希望它的本益比能夠在20倍以下 以下 那這樣來講殖利率 就是說 它賺的錢通通拿出來配息大概是5%的殖利率 因為我們每一筆資金是有報酬的 對 對不對 好 那比如說15倍 什麼叫做便宜價 15倍叫便宜價 那就是15倍以內 也就是說當它15倍本益比買進了之後 它賺的錢通通拿出來配息 那麼大概是可以配到6.6% 6.6%的殖利率 如果是10倍以下呢 這個前提 這個前提很重要 很多朋友講說 教官那我去買10倍以下 本益比是不是就一定穩賺 不是 重點就是 剛剛我們是不是在前面一張表 我們有所謂的近幾年平均的EPS 你每年的獲利基本上你要穩定 它就能夠剛好 通常這個狀況就是 它碰到一次性的利口 如果是新鵝事件 比如說像 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這些 金融海嘯這種 金融海嘯這些一次性的 那突然它的本益比可能就會 降非常的多 那像這種來講的話 它的獲利可能沒變 但是它的股價掉很多 教官我補問一下 那你覺得 20倍以下是OK對不對 那15倍你覺得就開始可以留意 那10倍以下你是一定會買進 基本上這檔個股 只要它是10倍以下 而且它的體質不錯 對符合你那個七大心法 基本上我就會考慮 那當然你不能挖個坑給我說 教官你是不是一定買進 等一下一攤出來 教官這個這檔股票 現在已經要下市了 不是這樣 重點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本益比它是我們所有的指標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但是我們其他的指標 其實我們還是必要去搭配起來看的 對 投資沒有那麼簡單 不然靠單一指標 就想讓你獲利 還要搭配其他的 那我們再舉幾個例子 這幾個算是本益比比較低的是嗎 好 來我們來看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來看它的本益比 以台泥的本益比 台泥的本益比目前是10.9倍 10.9倍 那環泥是11.6倍 信大呢是6.6倍 好低喔 你會說教官 那信大我去買信大好不好 對它本益比最低 可是你要了解喔 這檔個股來講 它的獲利並不是非常的穩定 而且大部分的時間是處於虧損的一個狀況 比較多 累計營收是負的 對 增長率是負的 以台泥跟環泥來講 近三年的平均EPS 3.88 1.72 好 那目前來講的話 它今年的上半年的一個EPS 其實如果我們排除它的業外的部分 實際上它的本業是在成長的 是 那以環泥來講 今年特別的一個狀況 環泥今年第一季很差 第二季就是剛剛我們第一季 第一季有講過 第二季的表現 單季獲利就轉移去年的上升 所以像這些來講的話 它是我評估的一個指標 我發覺其實它算是便宜 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是可以注意 好 這個是這一頁屬於合理價的 合理價就是我們說 15倍附近 20倍以內的本業比 20倍以內的本業比 好 比如說像雅尼 雅尼它近三年的一個 最高價是49元 最低價是26元 26元應該是在那個105年 105年股災的時候 股災的 欸 105年股災的那時候 2015還是104嘛 股災的時候 高低價比1.86倍 平均股價佔7.91 目前比平均股價高一點點 可是呢 為什麼要看高低價的比 好 來 所謂高低價比 大K你知道 目前大概有6到7成的股票 每年的價差在3成的 大概有6到7成 唉唷 算大部分耶 所以我們去買股票的時候 往往很多的投資人 因為新聞媒體 一直在爆這檔股票 我跟大K在節目上面 去聊某一檔股票之後 這檔股票大家都 就突然就熱起來了 不行 聽了三個月的台積電 覺得說大家都在講台積電 我現在不買台積電 好像感覺怪怪的 對 那所以呢 一般來講的話 你透過這種 這是叫做雙指標啦 就我個人的做法 這叫雙指標 一個是依據平均EPS 平均的EPS去回推 它的本益比 20倍 回推 它目前 比如說這個 平均EPS 雅尼平均EPS 3.8 近3年3.8 我乘以20倍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在 70塊以內 我都覺得它是在 吊在合理的一個價格 但它才41塊5 它才41塊 好 那目前的股價 它在均價以上 一個標準差內 其實這是統計學的一個概念 我們學過商人應該知道 就是說 當我在均價以下 未來會下跌的機率 其實就是50% 如果在平均價格以下 那如果 所以說 就這樣來看的話 其實我為什麼會去 用高低價比 我們希望就是說 如果它在合理價裡面 如果它又在均價以下 那 沒話說 那就更好了 我就可能就直接買了 是 比如說以佳尼來講的話 佳尼在近幾年 其實近3年的一個獲利還不錯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把 佳尼把他的台 他有一個台泥國際 台泥國際 他賣給 他就是賣給了台泥 他就賣給了台泥 賣給了台泥之後 目前佳尼直接持有台泥 20萬張股票 對 另外 他的旗下的佳尼國際 持有10萬張 他持股百分之 87% 聽起來不太好聽 87%的佳尼國際 擁有10萬張的台泥股票 所以買台泥跟買佳尼 其實感覺好像 所以買佳尼就這個小台泥嘛 對 佳尼每年的獲利就來自於台泥的配息 所以佳尼來講的話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佳尼很特別的一件事喔 佳尼如果前兩季虧錢都是正常的 可是我們看到佳尼第二季的財報出來 佳尼本業賺錢 可是因為第一季虧太多了 導致於上半年還是虧的 EBS好像是掉-0.1 可是你知道嗎 佳尼今年要領的台泥股息都還沒有任列喔 大概要任列接近8億喔 是 所以8億以它77億的股本 就是8億除以7.7億股 大概EPS大概可以任列到 大概接近1塊錢 對 所以會任列到第三季 所以當你了解了財報 當你了解透過這個東西 你可以去了解到一家公司 不同的一個獲利結構 是 那比如說像衛王 衛王 衛王 衛王近幾年的平均EPS 1.88耶 好像也不錯啊 1.88 每年股價才30塊 每年賺1.88 各位覺得如何 還不錯嗎 乍看之下不錯 可是它每年配息 因為配的比較少 它只配五成出來嘛 比較小氣一點點 所以有些投資人 只按照殖利率去投資股票的呢 他會發生一件事就是說 他只按照殖利率的股票 他反而會錯過這種 表現不錯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配發你的股息 他在幹嘛 他可能去做金融投資 去買其他公司的股票 或者他把資金在公司裡面去買機器 或者他讓公司的體質越來越好 所以像這樣的公司來講的話 每年的EPS 1.88 我乘以20倍來講的話 已經接近快40塊了 對 現在30.1 已經接近快要40塊 像大城 大城昌城 我們看大城昌城 EPS 3.04 乘以20倍60塊 60 他目前才47塊 對 所以 這樣這些東西來講 我們可以透過EPS 近幾年平均EPS 回推20倍 那你說教官 我投降也不要用20倍 我用更嚴謹一點 15倍 都低於20倍 那就乘以15嘛 比如說普風4.76 乘以15 70塊 也是在15倍的一個 EPS的一個價格喔 所以你例如說這幾檔石片股跟水泥股 基本上本益比都算偏低 可以這麼說嗎 它的本益比基本上是不高 我們可以說它基本上是不高 是 對 會相對擁有一個安全變性 那我們來看一個比較高的例子 這就是20倍以上的 比如說像這個 它的幸福 幸福水泥 它的本益比24倍多 24倍多 而且它的平均EPS 基本上是負數 平均EPS是負數 大概我們大概就不去看它了 對 但衛權來講的話 衛權EPS 近三年EPS兩塊錢 是因為去年有一個一次性 處分廠房的一個利益 對 那當我們知道之後 欸其實我們就直接把它賣了一塊地 賣了一塊地嘛 就在我龍潭那邊賣了一塊地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其實一次性的 我們就也把它排除 大影去年就有那個問題嘛 這個我們就不多說了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 偏高的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跳掉了 不要浪費時間了 教官 剛剛都是用舉例的方式對不對 是 那現在呢 這個聽說 二次疫情還在如火如荼過程當中 用你一樣的方法 七大心法 最近比較看好的個股 讓我們來了解一下 其實大K 你怕不怕我今天在這邊 一直在咳嗽啊 你怕不怕今天來這裡 其實都很怕 對啊 我們做那個Uber的時候也很怕 遇到推手 對啊 所以我們對於未來的疫情 到底秋冬來的時候 疫情會不會爆發開來 其實我們也沒有一個把握嘛 陳建仁說會啦 會啦 如果會來講的話 那這時候 我們的投資就要先 首先要先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安全 安全第一 於是我們來看看 今年以公告的一個財報 以公告的財報 我幫各位篩選了這麼多的股票 還分不同顏色的 它的獲利來講 其實差異並不大 以巨賣來講 巨賣這一檔股票來講 我們來看它的本益比只有14.9倍 可是它EPS的衰退並不多 可是它本業的營業利益成長 為什麼 營業利益是成長的 大部分這些公司的 本業的營業利益成長 但是EPS有些部分有掉的情形 是因為它財上持有金融資產 下跌嘛 因為財上持有金融資產下跌之後 會造成它的EPS掉下 可是它是不是實際的損失 它是未實現損益 它只是一個未實現損益 而且只要漲回來就回來 就可以回衝 所以像這些公司 我們先去觀察 本業都是OK的 都是成長的完全不受疫情的影響 而且目前的股價 在本業比大部分都在20倍以內 或者貼近20倍 那比如說以中保科來講 中保科是一個老公司 就是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 中心保全它擁有非常多上市位公司的股票 所以它的本業 它每年獲利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也是來自於轉投資的股力收入會任列在第三季 所以像以中保科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EPS的部分 我們看到它的EPS也是成長 很穩定 也是非常的穩定 所以像這些 你會不會說疫情來了 我的保全系統就叫人家把它拆掉 絕對不會啊 不會嘛 其實只會有競爭的問題 可是我們發現了 大科 大科 他在台灣市占率最大吧 還有一件事啊 你一定常常逛主保店嘛 對不對 那帶不一樣的女朋友去 欸 不是 這個珠寶店你們有沒有發現 都是用中心保全的 真的啊 你有看到過珠寶店用 很多豪宅也是用中心保全 是嘛 這個就是保全界的LV嘛 LV 保全業目前工會至少有180家 可是大部分的珠寶銀樓 我們看到都還是用中保 所以就這個本業比來講 其實它是相對安全的 雙安全的 就是因為它現金流量也非常的穩定 是 那你其他看好的 跟我們之前前幾集也提到的 大台北啊 台氣電啊 大氣電 比較特別有提到像是 大華 新泰 可以稍微聊一下嗎 大華這一部分 其實為什麼 最主要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公司法說會特別提到了 大陸的部分的沙價 其實他們已經整併了 很多的廠商已經整併完成之後 就沙價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激烈 所以它的毛利率就已經回升了 營業利率 也回升 我們看到也回升了 那比如說像這邊 我們看到這邊有特別多的瓦斯 瓦斯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在今年的7月1號 有一個新的法令上 這樣瓦斯漲價嗎 其實天然瓦斯公司 是每一度大概固定賺2塊錢的 可是有一個特別的就是說 今年7月1號環保署公司 有一個叫做鍋爐管制辦法 鍋爐管制辦法 以前我們對於重油鍋爐的燃燒 我們是幹嘛沒有管制的喔 可是呢 今年7月1號之後 開始實施鍋爐管制規定 在去年所有已經新北市的燃煤鍋爐已經廢止了 已經不再發證 而且到期就直接廢止 教官你管很寬耶 連這個新聞你都有注意到 你知道全台有多少重油鍋爐 接近1.5萬家公司用重油鍋爐喔 有時候我們去山上的某一家 某一家溫泉店這樣燈的時候 在那邊泡湯你會聞到 好像有在燒重油的味道 那就叫做重油鍋爐 所以我們有時候泡的溫泉 並不是真正的 很多都是加熱鍋 加熱鍋 它也是溫泉 只是沒那麼熱 沒有熱到我們想流汗 所以呢 你知道嗎 以兵太瓦斯來講 它經營區佔五谷 林口 土城 樹林 櫻歌 龜山 這個很多工業區 對 這些工業區的重油 尤其五谷工業區 很多食品廠都有用鍋爐喔 是 這些鍋爐廠 這些用鍋爐的廠商都要改成天然氣 嗯哼 廠商改天然氣燒燒多久 24小時燒耶 對 那需求量大增耶 需求量大 我洗澡洗10分鐘耶 可是鍋爐燒24小時 是 所以就這樣來講 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就目前天然氣還有一件事 天然瓦斯公司 目前在大台北地區 是六成的市占率 對 剩下四成幹嘛 大哥 剩下四成 你家用哪一家的天然瓦斯 好像是新鑫 好像是新鑫 新鑫 對不起 我也是他的大股東 為什麼 大台北瓦斯 旗下擁有 新海 新泰 新鑫 新天 新鑫 新龍 新熊 瓦斯公司 很多的股票 於是 你洗澡的時候 記得打電話 我想到你 對 現在看完這一集 做任何事情都會想到 我幫教官又賺了多少錢 就像我有時候會去我同學家吃飯 他請問我吃飯 結果他用心泰瓦斯 我也有心泰瓦斯 他用心泰瓦斯煮飯請我吃 我又再賺他的錢 好 非常謝謝這個 教官帶來了 在這個目前 這個本益比在20倍以下 而且基本面 目前也沒有 比較沒有疑慮的個股 讓大家做參考 好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新年團隊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